上網禁錄 Kinder 經理 那我們今天要進入性別 其實性別跟我們上禮拜談的家 是息息相關的 上禮拜上完課之後 很多同學在跟我討論 因為跟大家息息相關的 就是當代的家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說到其實家是建立在一種 互為主體的關係 同學都很想要進一步了解 什麼叫做互為主體的關係 那在上禮拜的 Siba 上面有一個 Sarlins 就是我的延伸閱讀 有放了兩篇 Sarlins 的文章 就是他用了很多很多相關的民族誌 在談什麼叫做互為主體的關係 所謂親屬是建立在同居共識 然後共同的經驗 共同的回憶 甚至共同受苦的經驗 他用了相當多的民族誌在談這一些 可是說真的民族誌都不好唸 然後我有分享一下我的太魯閣的民族誌 就是在激烈的社會變遷的過程 他們如何透過各種情緒的交換 分享轉化的過程讓家成為可能 如果大家都還覺得有一點抽象 其實我今天會談到一些當代的著作 可能跟大家更息息相關 就是當代的家 當代的情感 一些社會學家的討論 我覺得都還滿科普的 雖然是社會學家背後有一些很大的關懷 可是其實那個文字 還有對於那個議題的切身性 我想對同學都很有直接的相關 所以等一下我也會介紹一些 比較當代的討論 那我們進入性別 我大概要先談的 內學談的性別 基本上談的是Gender 我們不是談Sex or Sexuality 就是Gender基本上關心的是 社會文化如何去形購性別的意向 還有Gender這個議題 我們透過性別的了解 甚至多元的認識 如何可能對於社會文化有不同的理解 或者是發展一些對於社會文化更立體 更多重的可能性 這是人類學的關心 就是我們談的是Gender 談的是社會文化的性別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討論 其實我今天要談的是 跟性別相關的幾組概念 就是不是只是生物性的男或女 而是跟性別相關的 公領域、私領域、文化、自然、社會、個人 這一些概念 因為我們認為你必須要先 從這一些概念的重新建構 然後或者是對於這些概念的 內涵跟關係的重新理解 才有可能在當代社會之下 發展出更多元的性別 然後只有在有更多元的性別的情況之下 其實人才有自由的可能性 而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觀點 然後透過所謂的生物性的性別 去界定人的位置 所以大概人類 我今天就是要談 跟性別的意向建構的相關的幾組概念 因為在西方的文化中一直認為說 就是從六零年代結構主義開始去討論性別 就是認為說 其實長期以來可能西方的性別觀念 是跟幾組二元對立的概念相對應 就是所謂的男女相當於公領域、私領域 相當於文化、自然、相當於社會、個人 也就是男人等於 男人就是活動在公領域 然後男人的意向是跟文化比較接近 而且男人是社會人都關心社會公益 可是相對而言 在西方的觀念裡頭 女人就是被局處在私領域 然後女人是跟自然比較接近 甚至女人是比較為個人私意著想 結果結構主義基本上認為 西方的所謂的性別的不平等 是建立在背後的這一套觀念 就是把男女的二元對立 相當於公私的二元對立 相當於文化、自然的二元對立 相當於社會個人的二元對立 而且在西方的觀念裡頭 公領域高於私領域 文化高於自然 社會高於個人 所以男人高於女人 這是結構主義的整個 就是結構主義基本上是從二元對立的架構 來談社會文化的一個形構的原則 然後人類學的性別研究 就是在結構這一套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的概念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會去結構 什麼叫做公領域、私領域 什麼叫做文化自然 什麼叫做社會個人 就是每一個領域的範疇 在不同的文化中到底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而且領域跟領域之間的關係 是非常多元複雜 而不是二元對立的 人類學基本上希望從這一些知識上的反思 去談性別的可能性 就是性別它不是透過生物性的特質 所建構出來的男女這樣子的一個二元對立 反而性別是一套連續體 就是每個人身上都有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 每個人身上要多多少少一些公跟私的特質 多少少有一些文化跟自然的特質 或者是更多你可以加更多各種不同的 跟性別相關的一些文化概念 就是透過這一些結構 我們認為其實性別是一個連續體 不是絕對的男人或女人 而是每個人身上都多多少少 具有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 甚至其實如果透過我剛剛這一些概念的建構 其實公領域 私領域 文化 自然 社會 個人 就是不同的向線 透過這個很不同的向線 很立體的向線 其實每一個人都在這一個立體的 社會文化建構中有一個他自己的位置 就是基本上性別在人類學的架構裡頭 是放在一個非常立體的架構裡頭 就是透過各種社會文化的面貌 去建構你的性別到底是什麼 然後這裡的性別 絕對不是只是生物性的性別 所以我今天大概要反思的就是 這樣的一組 就是透過人類學的民族誌 所建構起來一個非常立體的向線 然後在這個立體的向線裡頭 其實性別可以有非常多元的一個界定方式 甚至每個人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對於自己的 就是對於性別可以有多重的選擇 或重新界定的過程 就是必須要透過這種很多元的一個 開放性的面貌來看性別 其實人類學當然關心的是 人自由的可能性 因為二緣對立的概念 其實壓抑的絕對不是只有女人 就是每次在課堂上面問同學 其實很多男性也都覺得 受到很多性別刻板印象的壓抑 因為在二緣對立的觀念之下 可能男人就不能哭 必須要非常陽剛 然後男人要搬中午 然後男人必須功成名就 甚至有一些社會所認定的 什麼叫做功成名就的價值 其實這一些規範不只在束縛女人 也同樣在束縛男人 就是人類學基本上認為 其實男人跟女人 夠共同分享一套 這個社會共有的人觀或者是價值 那人類學就是要從這個人觀跟價值的 重新思考開始做起 因為我們認為只有從觀念的反思開始 其實就是人類學強調的是 那一套觀念的反思可以帶給我們 主觀上面很不一樣的 對自我的認同 對於關係的認同 對於社會文化的可能性的一些想法 透過這一些主觀性的建構過程 其實主觀跟客觀之間會有辯證的可能性 因為就是你主觀上面 其實知識是一種力量 主觀觀念的改變是具有改變 政治經濟秩序的可能性 甚至現在你看其實政治經濟的面向裡頭 情感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大概先說明我今天的整個架構 其實是把性別放回社會文化的面向 我們去討論跟性別相關的幾組概念 在其他文化之間的 在其他文化中的內涵 還有各種範疇之間多元的關係 然後透過這一些討論 我們希望把性別放在一個很立體的象限 去看人多元的就是各種多重認同的可能性 而不是只是一個二元對立的性別觀念 那我們認為其實每一個社會中的 不管男人跟女人 其實都在共享同樣的一套文化價值 或者是人觀 那只有從這個文化價值跟人觀的 一個多元思考之下 其實人才有自由的可能性 而不是被觀念所束縛 就是人類學認為束縛我們的 絕對不是只是政治經濟 而是一套背後我們都無意思的觀念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從這一些觀念的討論開始 然後透過很多文化的一個民族制 來讓我們看到人類社會 其實有這麼多的可能性 那其實就是 導論 導論就是大概我剛剛所談的 其實人類學的整個研究 一開始是從政治經濟親屬宗教 而來了解社會文化性質 可是發展到現在 我們是重新再討論政治經濟親屬宗教的範疇 到底是什麼 甚至重新去界定這一些範疇的內涵 那同樣性別也是 我們要去重新去思考什麼叫做性別 就是到底每個文化如何透過很不一樣的觀念 來建構性別是什麼 更進一步我們要討論 透過這一些對於性別的多重的討論 其實我們對於社會文化 可以有怎麼樣不同的思考方式 就是社會文化其實是一個更立體的 然後每一個人在中間 其實可以有他選擇跟重新詮釋的空間 那這裡就是我剛剛所談的 其實整個結構主義開始去建構所謂一套 就是關心所謂人類思維 有一套潛意識的二元對立的結構 然後這一套結構其實放在性別裡頭 就是去討論 其實所謂兩性的不平等 是建立在這樣的對應 這樣的架構之下 男人跟公領域文化社會相對應 女人跟私領域自然個人相對應 而且男人公領域文化社會 被認為是優越於女人私領域自然個人 就是我們潛意識的觀念裡頭的一組 二元對立的觀念 然後透過這個二元對立的觀念 男人被認為是高於女人 80 年代的人類學的性別研究 就是在結構這一套二元對立的概念 認為二元對立反映的是西方的偏見 所以我們會去討論 不同的文化如何決定這一些範疇 包括公領域、私領域、文化、自然、社會、個人的範疇是什麼 然後範疇跟範疇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這是人類學性別研究的第一步工作 甚至透過性別研究其實我們在討論是 性別如何作為一套關鍵的象徵 當地人如何透過性別意向建構社會文化秩序 這個是比較抽象的 就是政治、經濟、親屬、宗教 可以在文化、人類學裡頭作為一個分支 是因為它有它一些本質性的 不能說本質性 有一些它去結構這個社會的重要性 性別如果要成為文化人類學的一個分支 它必定要有一些去結構社會文化的 一些重要性跟能力 所以這次人類學談性別研究一個很重要的關懷 就是性別到底如何 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對於性別的多元討論 來重新討論社會文化秩序是什麼 我等一下其實一個一個講下去就會去談到 其實性別意向在人類學討論的性別 其實已經有非常知識論的開展 它不是只是在談男人跟女人的活動 而是在知識論上面認為性別意向 並不是一套事先存在客觀抽象的知識 而是在實踐過程中被理解 而且有轉化結構跟外來世界的可能性 就是性別研究發展到現在 其實在知識論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些開展 那我等一下會以大洋洲的民族誌 跟非洲的民族誌來把這個論述講得更清楚 就在大洋洲的民族誌裡頭 其實物是有性別的 然後整個大洋洲的禮物交換是非常蓬勃發展 所以在禮物交換的過程中 人不斷在交換彼此的性別 因為物是有性別 而且是具有個人或氏族的特質 所以我們在做物的交換的時候 其實也在交換彼此的性別特質 透過交換的過程 其實人可以有 就是人本身就是一個 就是同時是雌雄同體的存在 因為透過物的交換 其實人本身的性別特質是 不斷的在活動過程中被重新界定的 這是大洋洲民族誌會去談的 然後非洲民族誌就是去談 不只是人或物有性別 甚至空間是有性別的 自然性向是有性別的 就包括與是有性別的 然後在當地社會會透過很多儀式的過程 重新去展演這一些性別特質 就是他們如果有天災人禍 或者是收成不好的時候 他們就會舉行儀式 他們認為就是因為很多的性別的 性別的一些互補關係被干擾的被破壞 他們就會舉行儀式來確認性別的 各種性別的互補關係 然後在儀式裡頭就有很多種不同性別的組合方式 他們認為必須要透過性別的互補跟整合 才有可能去重新恢復一套宇宙秩序 這是我等一下那個大洋洲跟非洲民族誌會繼續談的 那因為今天要談的民族誌相當多 所以稍微快一點點 其實我從來沒有把這個PVT談完過 因為這一個PVT其實基本上是我的一篇文章 然後當時是我認為人類學的性別研究 已經發展到非常知識論 甚至本體論的一些討論 可是我們對於性別 我們這個社會在討論的性別 真的還是在談男人跟女人的活動 那我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所以我寫了這篇文章 可是這篇文章據說不大好唸 所以好像也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所以我今天的目標就是希望 把這一篇文章把它講得更清楚 然後我希望可以透過幾個民族誌 把這一些論述講得更清楚 因為同學也有問說我們的畢讀文本 跟那個課堂上的講授的內容的關係 其實畢讀文本大概就是提供同學 在這個議題上面非常廣泛性的了解 可是因為是導論的書 所以會談很多很多民族誌 可是沒有一個民族誌非常的深入 那我希望今天的討論 就是我上課就是把某一些民族誌 其實我通常是希望把一個兩個民族誌講清楚 那有時候今天應該會講到三四個民族誌 希望有時間 我其實希望透過民族誌跟深入的討論 讓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更豐富的社會文化的內涵 然後人在這過程中的各種的 你會面對各式各樣的衝突 可是也有一些選擇的可能性 那我接下來要先從公領域施領域這個範疇開始講起 恩格斯大家知道 恩格斯跟馬克斯是哥倆好 那馬克斯我們在經濟的第二個禮拜會再談 那恩格斯因為他的整個討論其實跟性別比較有關係 所以他等於是後來女性主義者非常大量應用的一個學者 他有一本書《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 他探討私有財產制的建立造成的單偶婚 也就是一夫一妻制 然後造成了公領域跟私領域的分化 然後在私有財產制確立之下 因為有一夫一妻制有私有財產 而且私有財產是男性所有的 所以女性被排除在公領域之外 而且女性的地位開始就好像用他的語彙 就是好像奴隸一樣 其實因為他沒有擁有財產 所以他其實只是在做很多無常的勞動 那恩格斯的這一個論點 應該大家不會很陌生 那我大概把他這一本書的非常複雜的 就是非常的很多面向的討論用一個圖表 其實他作為一個大師 他不需要太實證 他用了很多很多可能要建立他這個論述相關的訊息 可是如果你仔細的閱讀 你當然會發覺這一些 他所建立的架構中間會有一些gap 有一些斷裂的地方 我先把他的架構講完 然後看你們有沒有覺得有怪怪的地方 這個你們就成功了 他的整個架構 因為馬克思跟恩格斯 他們基本上恩格斯是從私有財產開始談起 然後馬克思當然有一套生產關係的 Social formation 的討論 生產模式model production 的討論 我們經濟的第二個禮拜會談 那恩格斯他基本上是一個很演化論的觀點 他認為人類的文化氛圍 從萌昧野蠻到文明的時期 那他怎麼樣做這個分類呢 他是從所謂的技術的發展 就是從生產的方式開始談 他認為在萌昧時期 就是生產的方式比較重要的 就是開始有弓箭的製造 可是到了野蠻時期 有很重要的一些生產方式的改變 一個就是開始初期 野蠻時期的初期開始會製作陶器 開始會尋養家畜等等 他認為一個最重要的人類技術上面的改變 是開始有鐵器的出現 然後因為有鐵器的出現 人開始用鐵來製作梨 那他產生的結果是什麼呢 人開始用鐵器來製作梨之後 就開始是一個人大幅前進 開始去控制自然的開始 因為你可以用鐵製的梨來開發生靈 所以讓人可以種植的面積開始大量的增加 然後因為種植的面積的增加就開始有剩餘 然後有剩餘之後就開始有失有財產 他認為在這個情況之下 才開始形成一夫一妻制 等一下我們可以先談說 為什麼鐵字的 同學可能會對鐵字的梨 為什麼這種重要會有興趣 那我今天重點會放在他談的婚姻型態這個部分 他認為整個生產手段的進步過程中 也帶動了所謂婚姻型態的改變 他認為人類最早是紮婚 就是與女人為中心 與女人跟小孩為中心 女人生下小孩之後 其實根本不知道父親之是誰 所以最早最早的社會 他認為是與女人為中心 然後女人跟他的小孩就成為這個社會的 同時兼具公領域跟施領域 具有公領域跟施領域的重要性 可是接下來他認為有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就是從雜婚開始進入 從自然進入到文化 有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叫做群婚 群婚基本上就是一群男人跟一群女人的結婚 他是從 好 所以我們第一個禮拜開始在談那個親屬稱謂 我就提醒同學們 大師們可以從親屬稱謂裡頭開展出 我們沒有想到的方向 他就是一個 他從夏威夷的親屬稱謂開始去討論群婚 就是在我們的親屬稱謂裡頭 如果你們回去再看 有所謂夏威夷式的還有伊洛克式的 在夏威夷式的親屬稱謂裡頭是 兄弟姐妹的小孩子都稱這一群兄弟姐妹為爸爸或媽媽 然後在伊洛克的親屬稱謂裡頭是 兄弟的小孩子稱兄弟為父親 姐妹的小孩子稱姐妹為父親 不管是哪一種 他認為親屬稱謂就是代表過去的婚姻的形態 是一群男人跟一群女人的結婚 就那個時候並不是一個父親 一對父母一個小孩 而是有一群的男人他們共同擁有小孩 共同照顧小孩 然後這一群小孩就稱這一群男人或一群女人為父親或母親 這是他很厲害的地方 從親屬稱謂可以推斷出所謂早期的群婚的 就是人類早期式群婚的模式 那這個當然也是他一直很受質疑的 因為親屬稱謂跟實際的婚姻型態 中間是有距離的 很難直接從親屬稱謂來推論婚姻型態 可是無所謂 所謂大事他就是透過他想要的資料建構起一套 其實最重要是他想要建構的是 他透過早期雜婚到群婚 然後中間當然有一些過度的階段 就開始有一些限制 對於婚姻的限制 可是最重要的是他認為在人類社會裡頭 最大的改變就是剛剛談的 因為有鐵製的梨 所以人開始去開發大量的自然領域 開始有剩餘 然後有剩餘之後就有私有財產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一個很重要的論述 他說有私有財產之後 因為生產工具鐵製的梨 是由男人所製作跟持有 生產工具是屬於男人 所以剩餘跟財產也是由男人所擁有 那接下來他認為他一個很重要的論述 他說當男人擁有私有財產之後 他要把這個私有財產傳給 跟他具有血緣關係的子孫 他認為這是人性 當你有財產之後 你就要傳遞給跟你有血緣關係的人 因為在這樣子的動力之下 男人確立起一夫一妻子 因為他要確保他的老婆所生的小孩 就是他有血緣關係的小孩 而不是別人的小孩 這個論述你不覺得OK嗎 如果有問題 這裡當然很多人覺得怪怪的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把財產傳給 跟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 然後為什麼 就是為了要確認小孩 是跟自己有血緣關係 又確立起一夫一妻子 這個你們可以在討論課的時候 提出討論 可是他很重要的一個論述 他認為因為有鐵字的梨 然後有剩餘有私有財產 私有財產是男性所擁有 男性要把私有財產 傳遞給跟他有血緣關係的人 所以確立起一夫一妻子